嗨,大家好,我是玄妹,来自越南,现在在市庄整渡这边生活 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刚来中国这边遇见的哪些尴尬的事情 然后中国和越南有哪些不同的习惯 第一呢,在我们越南那边去逛街买东西嘛 一般人家都写的打折是 比如说人家写的是打折30%的话 那就是比如原价100块钱 那人家就会给你打30块 然后你买的时候只要付70块钱就可以 但是在中国这边呢,就是不一样 当打折的话,都会写打9折,8折或者7折 所以呢,我才来中国的时候,我去逛街的时候 我看到别人在门口写的打9折,打8折 我感觉特别特别的高兴 然后心里默默的高兴 然后就跑进去看了 我想着,哇,中国这边东西那么便宜吗 而且还是名牌诶 打如果比如说一千块钱 如果相当于我们越南那边的话 打9折或者7折的话 一千块钱你只要付300块就可以了 那相当的便宜 然后我就想着,我可能今天运气好捡到了便宜货了 所以你赶紧赶紧进来 我害怕就是啊 有很多时候就是打折打得太低了 有很多人来讲嘛 然后我进去看 我说,哎,为什么打折那么便宜 打折那么多 而且人都没有呢 都很少人来买呢 然后我想,我心里这样想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高兴哈 我进去看了 价格一,因为名牌东西 一般价格在中国的话都是一两千块 然后羽绒服啊,衣服的话都要好几千嘛 然后我看了看了 我说那么好的羽绒服 如果打几八折的话 那算件来起来几百块钱呀 特别划算 然后我就拿了很多件去试了 我说今天肯定要买几件了 我拿好几件衣服拿去试了 试了 然后那个服务员站在旁边又说 哎哟,你长得身材苗条 你说呢,哪件都好看 然后说的特别特别的好听的那种 然后我心里也默默的开心 我说,哇,今天真的是减到便宜货了 然后就结账的时候 人家给我删下来的 就是说打九折嘛 一般这边不是打九折的话 你就要付90%的价格 比如说,说打100块钱打九折 这边人家只给你打折10块钱嘛 但是如果在越南的话 九折就是打折下来 就是90块钱 只付10块钱 但是这边的话 打九折 你就要付90块钱 然后人家给你减的10块钱嘛 然后那天上了下来都好几万块钱呢 然后我就说 我就很尴尬了 因为我身上拿了那么多钱呢 我也没办法对不对 我真的是特别尴尬 真的 然后我就跟服务员说 今天我没带那么多钱 然后那个东西价格也有有点高嘛 我回去跟我老龙商量一下 我觉得我那个服务员在 然后第二个区别呢 也是我在这边遇见的特别特别尴尬的一个事情 那是因为我们越南那边写日记嘛 比如说我是1988年1月5号 但是我们越南那边呢写的是5号1月1988 然后我才来的时候不去 不是要去办见证那些东西嘛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给我了 给我很多很多那个资料要见日嘛 然后要写日记嘛 然后我全部都写反了 因为那个时候才来才来的时候 我春文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看词也看不懂嘛 我都看不懂 所以呢我全部都写反 我全部都先写日 然后再写月 然后再写年的全部写反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解释了很久 我才知道 然后之后过了很久很久 我才有这个习惯 就是先中国这边先写年 然后写月 然后再写日嘛 过很久我才有这个习惯的 因为我在越南那边 一直都是跟越南人那边一样的写嘛 所以呢要改的话 也要很久时间才能习惯的 然后现在我也已经习惯了 因为反正都好几年了嘛 都已经学会了 然后还有就是 弟子也是 我们那边弟子呢 比如说像我们家的话 先写村 然后再县 然后再城市 然后再国家的名字嘛 比如说在成都的话 一般就是四双城 成都市 比如说拿个去拿个去 但是在我们那边就不一样 我们那边就是先写村 然后镇 然后省 国家的名字 就等于说是全部是相反的嘛 就中国这边和越南那边写的方法 全部都是相反的 所以呢我才来的时候 我买东西也是写个弟子 我全部都写都写反了 全部然后都是全都是我老公去给我改的 要不然是在这边人家也看不懂 然后第三个习惯呢 就觉得 嗯 中国这边特别喜欢吃油腻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 出菜的话 一般都炒来吃嘛 就像我们那边是喜欢吃生菜的 然后在中国这边呢 就像黄瓜呀蔬菜呀等等之类的 全部都要炒一边才能才吃嘛 就是这样的习惯 但是在我们那边呢 喜欢吃生菜 比如说春卷呢 包春卷也是有生菜呀 然后蘑菇之类的 全部都是生的 就算平时我们在 越南吃的河粉啊 那些之类的东西 然后人家也会在你面前放了盘 剩菜给你炸在河粉里面吃的 那边也是日常吃饭的话 一般也很喜欢就是拿剩菜来炸鱼露一起吃嘛 还有那个黄瓜呀之类的 我们那边也从来没炒来吃的 全部都是自撑的 所以呢 中国和越南吃法也是有区别的 而且我们那边也是吃的特别清淡 油少 盐少 所以呢 我才来中国的时候呢 也是兑饮之类的 还是刚刚开始还是有点 呃是不习惯的 然后吃辣的话 我在越南那边也算是很能吃辣了 但是来中国这边特别的四川这边 特别能吃辣的 然后我还是有点不习惯 所以呢 才开始才来的时候 我去吃火锅之类的 我回去都要 啊 拉肚子要拉好几天 所以呢 慢慢嘛 后来我就习惯了 但是才开始还是特别特别的不习惯 这东西最之火锅那些我都要洗 用用白水洗一遍才能吃的 第四个区别呢 就是我们越南那边 男人特别喜欢酸绿帽子 嗯 其实呢 嗯 在中国这边是 如果男人酸绿帽子的话 有点 呃 有点不好说的那个那个意思吧 就是啊 大家都都都可以听得懂的 但是在我们越南那边呢 男人酸绿帽子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以前打仗的时候嘛 然后很多很多那个 呃 英雄啊 烈士啊 都是打仗的时候都穿了绿帽子去去打仗的 所以呢 越南人 越南男人酸绿帽子也表现一个意思就是 是表示尊重和崇拜那些前的那些英雄啊 烈士烈士嘛 所以呢 在越南呢 呃 穿绿帽子也是一种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来越南看到男人穿绿帽子的话 也不要 也不要表示的特别特别的奇怪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越南呢 穿绿帽子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的 不像中国这边就是有那些意思的 刚来中国的时候 呃 遇见的那些事情 然后现在肯定呃 呃 在中国生活长久了嘛 我也已经习惯了 但是 才来的时候真的是 遇到不少尴尬的事情 然后现在想起来也觉得 呃 自己自己也觉得 中国待了时间太久了 然后也学习了很多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习惯 如果现在注意的话 就算我说话说出来 人家也是 嗯 认为西或者广东那边的人 也没有任何人发现我是外国人 因为我的口音可能是 跟这边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人家会认为我是广西或者广东那边的 但是没有任何人认为我是外国人 可能在中国这边待久了嘛 然后也学习很多文化 很多那个习惯了 然后慢慢呢 也是 嗯 像中国人一样了 也没差事别